为落实股权激励方案 中国中铁00390 去年向742名员工授予超过1.81股限制性股票 国海证券认为 股权激励能够把股东利益 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将推动中铁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因为今次股权激励附带条件 要求于2022年至2024年间 扣除非经常胜选益后的 加权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 不低于10.5%,11%,11.5 并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 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以2020年为基准 中国中铁扣除非经常胜收益后的 归母净利润连复合增长率 不低于12% 而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 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天丰证券称 股权激励及海外业务受益 一带一路 景气向上 中国中铁预料业绩会有质量增长 今年股东应占日利预测至354亿元人民币 另一席客席分析师李慧分称 中国中铁上周五升穿6.1元后即掉头到跌 弱势或延续至月底 沉底建5.5元 如果股价下周初反弹 持货者趁机沽货 未持货的投资者 侧待美国议息后 市况转趋明朗 再考虑入市 中铁上周五股价 收报5.79元